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云聪金融交易分析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聪 今天是情人节 首先祝所有的有情人忠诚眷属 在这里我也分享一个很小的技巧 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找朋友 找男朋友女朋友 甚至说找生意的合作伙伴 有一个小的技巧 你不要看他对你有多好 而要看他对周围人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他只对你好 而对周围人很冷淡 对小猫小狗小动物也非常的冷淡 或者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 那么这个人以后相处会很有问题 那么如果一个人他不是对你很好 而是对所有的人都很好 包括一个不认识的一个老太太啊 比如说扶着过马路啊 或者是说包括一些小动物啊 那么包括对他家人 对他长辈的态度啊 那么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值得交往的啊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观察 他对朋友 对周围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要期待一个人 只对你好 对其他人都坏啊 是一个冷血的 无情的这么一个人 他只会对你好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啊 好 好我们 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呢 主要是我想做一期这个股指的分析啊 因为虽然呢 现在我更多的是做一些数字货币的啊 因为我们股指呢 我们飞云金教 还有一年的服务期没到 所以呢 我尽量平时就很少分析 我们只给会员每周分析 但是呢 因为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所以我很想分析一下 好 也就是我一直认为欧洲股市有可能会崩盘啊 有个有个很大的一个下跌 当然这个话 人家说今天不是跌了吗 欧洲股市 其实这个话在两周前啊 我就说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这是飞云金教的课程啊 我在飞云金教的课程当时是在2月6号啊 2月6号的时候啊 一周前啊 2月6号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分析过 你看我当时怎么说的 还没有到一年啊 但是你夸多了这么久啊 这种大三角星一旦跌破 我觉得欧洲要出大问题 而且一旦说如果是打仗啊 跟我们的原因 假设啊 假设跟我们的其他的原因 那么欧洲一定会有一个快速暴跌 而且这个暴跌是历史罕见的暴跌啊 这个暴跌一定是快速的历史罕见的暴跌 那么这样子 你看 大家看 以前欧洲这个倒三角星 你看 这个倒三角星一旦跌破之后 你看跌的多惨啊 是吧 所以倒三角星这种 这种形态一定要注意 所以倒三角星 那你看 这个这个倒三角星是多大的形态 这个时候才是才是才有多大的形态啊 好 当然啊 这个会不会发生 我们谁都不知道 好 我们现在简单说的宏观 首先宏观 大家看到啊 宏观看到第一个就是美联储的加息 是吧 美联储今年说已经明确了 他为了遏制美国的通膨 他已经说要加息四到七次 第一次可能出现在三月份 好 这第一个美国加息可能会导致全球的股股票下降 第二个就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紧张 然后美国撤出乌克兰外交官啊 局势进步紧张 当然这个有可能真打不起来 为什么呢 是美国一直在忽悠啊 说乌克兰快打吧 快打吧 乌克兰肯定不敢开第一枪 那么他又说俄罗斯你快打吧快打吧 俄罗斯也不会这么傻 也不会替他忽悠 但是呢 两个国家之间 他是已经准备好了 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 完全有可能的啊 只不过真的是谁都不会先做这个冤大头 先去打枪第一枪啊 所以这这个只是美国一直在那边忽悠 因为对美国的利益来说 他是希望有这么 他们之间擦枪走火的这个可能性啊 好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让整个的这个政治局势 以及经济局势啊 肯定会导致整个的经济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我在两 就是六号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认为啊 虽然当时还在上涨 我就认为欧洲这个一定会下跌 而且大下跌的概率特别大 好 咱们来可以简单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看一下 欧洲来说 他整个的形态 这么长的一个形态 是一个倒三角形态 这种倒三角形态的形态学的意义里面 他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欧洲的量价关系 大家看从这开始来看 他就已经是明确的在放量了 在出逃了 明确的有大资金出逃的迹象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形态一旦在这个位置 在跌破他这个颈线的话 我认为欧洲 他应该会有个快速下跌 当然历史罕见的下跌 这个我觉得有点夸张 有点夸大其词了 但是他这个下跌的幅度和力度很大 我基本判断 至少说慢慢的都会跌到这来 他如果是 因为在这些过程中间 根本就没有支撑压力 根本就没有一些支撑位 就这个位置有一点点的少许支撑 基本上 那么他就会下跌 小回条回条 一直就在这位置来了 这些位置来了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 如果是大家有机会 比如说欧洲这种机会 实际上这些位置是一个 比较好的作风点 当然由于欧洲这种情况 美国也好不得去 其实呢 我在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什么时候 在我们回看啊 我的视频 在一个月前 我们在一个月前的时候 在 在 在 1月9号 当时 我的判断 美股不行了 美股要往下跌了 美股下跌的 是比较大的 我对美股就不怎么看好了 唯一看好的是 恒生 周一有买点 大家看我对美股的推断啊 我对美股的推断 基本是比较准确的 然后呢 当时我说了 恒生指数 周一有买点 我们看一下啊 恒生指数 周一有买点 再画一下 这些带量的阳黑线 下面将是一些 非常好的买点 那么也就是近期内 恒生将出现一个 非常好的买点 好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啊 当然这个 大家仅供参考 好 这是 这就是我 好 这是1月9号的恒生 我们来看一下 恒生指数 1月9号的日线图 好 我们来看一下 1月9号在哪呢 就是在这一天 那么你大家看 后面走了这么久 恒生是不是在这一天 开始一个大幅的向上 回抽还向上 虽然后面再次有反弹 但是继续现在都是向上的啊 整个来说 这一段来说 他这个点绝对是近期 最好的一个买入点 我说这些判断啊 我说这些判断 并不是表示说啊 我这个预测有多厉害 绝对不是预测 我想告诉大家 是有现在根据我们的 形态学 量价结构 种种来看 近期啊 大家不要中仓 就算你想去啊 就算你真的是特别想买股票 也要等待机会 近期啊 这种走法 美股啊 纳斯达克 这种走法 各种走法都告诉你 近期的盈亏比啊 你要去做票的话 盈亏比是比较低的 没有必要在这种地方去冒险啊 大家再等一等 再再等一等 最近呢 大家多学习 多练习 好 那么我们就不说废话了 颜简一盖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耐心等待下一个机会 再见 谢谢